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经文的进度在列王记下 12章9到21节 昨天我们看到 约阿斯王他要赶快的来修理圣殿 可是祭司们地位人 好像没有很积极的来改造 那约阿斯王后来就不将这件事交给祭司了 他就另外向百姓等于是 有个赚款的奉献 就是为了修理圣殿 的一个呼吁 祭司耶和耶大 这是大祭司 取了一个柜子 在柜盖上钻了一个窟窿 这个是指一个孔洞 放于坛旁 就是祭坛的旁边 再进耶和华殿的右边 我们知道进耶和华殿的时候 会看到一个祭坛 对不对 现凡祭的那个祭坛 那个柜子就在祭坛的右边 大概离坛会有一点距离 守门的祭司将奉到耶和华殿的一切银子投在柜 就是百姓他们知道修理圣殿需要经费 那就让百姓自己来奉献 那在历代字里面提到 众百姓是非常踊跃 很欢喜的 要来修理圣殿 他们建柜里的银子多了 便叫王的书记 书记 这个原文有点召集人的意思了 就负责人和大祭司上来 将耶和华殿里的银子数算包起来 就是两个一起数算 然后等于把这个柜子里面的钱 等于我们教会所谓数奉献 要满了 那要把它点收 然后包起来就是收起来 把锁瓶的银子交给都工的 这个瓶是秤的意思 秤重量 把锁瓶的银子交给都工的 就是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 他们把银子转交修理耶和华殿的 木匠和工人 现在修理圣殿的这件事 王不再找祭司了 他另外找了人都工来负责做这件事 因为收到的奉献点收 然后趁把这个工资给都工 那都工就把银子转交修理优化店的 木匠和工人 并瓦匠匠 又买木料和凿成的石头 修理优化店的破坏支出 以及修理店的各样使用 所以修理圣殿的工程就开始进行了 他另外找了都工 然后把钱银子给他 他就把钱给了这些工匠们 那就可以开始进行 但那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 没有用于做耶和华殿里的 银杯 蜡简 碗 耗 和别样的经营器皿 这里是说 因为这笔奉献是专款 为修理圣殿用的 所以大祭司耶和耶和大 他非常清楚 就是说这些钱没有拿来做别的事 这是专门只是为修理圣殿的钱 所以他意思是说 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 没有用于做耶和华殿里的银杯 蜡简 碗 耗 和别样的经营器 有学者认为 会不会之前这些祭司收到的钱 都拿来先做这些事 因为他们在侍奉所需要的 好像也损毁或者不足了 但我们不清楚 因为圣经没有写 乃将那银子交给都工的人 修理耶和华的殿 且将银子交给办事的人 转交做工的人 不与他们算账 不与他们算账是说 没有很细节的对那个交代那个账目 因为他们办事诚实 这一群人反而很诚实的来工作 因为是修理圣殿 他们也带着敬畏的心 唯有赎千祭赎罪祭的银子 没有奉到耶和华的殿 都归祭司 因为本来在摩西五经里面的规定 赎千祭赎罪祭的银子 本来就是归祭司的 所以大祭司耶和耶大 把这些钱按着规定 很清楚的分项来处理了 突然间十七节 那时 亚兰王哈薛上来攻打迦特 攻取了 就定义上来攻打耶路撒冷 迦特是属于菲利斯帝 在北国就一直受哈薛的侵扰 亚兰王哈薛 我们认识过他 知道当时候也是受高作亚兰王 对不对 那现在他也来攻打南国了 就定义上来攻打耶路撒冷 犹大王约哈斯将他列主 犹大王 约沙法 约兰 亚哈薛 所分别为圣的物 和自己所分别为圣的物 并耶和华殿与王宫 府库里所有的金子 都送给亚兰王哈薛 哈薛就不上耶路撒冷来了 前一刻修理圣殿 下一刻 所有的金银财宝 所有归到圣殿分别为圣的物 全部都给哈薛了 最后又说 约阿斯其遇的是凡他所行的 都写在犹大利王记上 约阿斯的臣仆起来背叛 在下希拉的米罗宫 那里将他杀了 这里是说 在往希拉的这个方向 希拉的位置不翔 那很可能就是那个斜坡 下去的地方 城墙斜坡 它是一个防御的城墙 那一直延伸 可以到一个地方叫希拉 的米罗宫那里将他杀了 这个米罗 我们刚刚说 它就是那个 所谓的斜坡的那个城墙 在那里有盖一个宫殿 所以是在往希拉的米罗宫里 在那个宫的里面将他杀了 杀他的那城仆 就是士米亚的儿子约撒甲 和树木的儿子约撒拔 众人将他葬在大卫城 他列祖的坟地里 他儿子亚马歇 接续他作王 剧情的发展有点让我们 错愕 而且也会感到很大的困惑 如果我们把历代之下的资料 补充进来 我们就完全看懂了 在《六王记》下十二章 十六节到十七节那里 他有补充了一段 那这个段落加进来 我们就看懂了 在历代之下二十四章的十三节 这里说 工人操作渐渐修成 将神的殿修造的与从前一样 而且甚是坚固 盖得很好 工程完了 他们就把其余的银子 拿到王与耶和耶和耶大面前 用以制造耶和华殿 供奉所用的银器和条根 并经营的器皿 耶和耶大在世的时候 众人常在耶和华殿里 献饭击挖 耶和耶大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大祭司 他办事从头到尾 都非常非常的带着敬畏的心 他先是让约阿斯做王 做王之后 他就起来佩搭这个年轻的王 并且在他的任内 中心的教导百姓 带领祭司 然后整个国家 百姓们常在殿里献饭击 接下来说 耶和耶大 年纪老迈 日子满足而死 死的时候年一百三十岁 哇 上帝存留他的性命那么久 因为他盼望 借着耶和耶大 更多的祝福南国犹大 葬在大卫城列王的坟墓里 因为他在以色列人中行善 又侍奉神 修理神的天 啊 这个是好美的称许 对不对 我们也好盼望 在上帝面前 得着这样的称许 行善 又侍奉神 修理神的殿 接下来呢 这里说 耶和耶大死后 犹大的众首领来朝拜王 王就听从他们 这个约阿斯王以前都听 耶和耶大 信任他 可是当耶和耶大死了之后呢 他没有人可以跟随 他就去听这些众首领 然后呢 他们离弃耶和华 他们列祖神的殿 去侍奉亚瑟拉和偶像 因他们这罪 就有愤怒 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 哇 这个耶和耶大一死 约阿斯 他立刻 就去拜火象了 出了什么问题呢 我们可以发现 约阿斯的信仰 他好像是挂在 耶和耶大的身上 他与上帝 没有一个真实 清静的关系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的生命 会不会也有这样的状况 就是说 我们的信仰生命 有时候是依附在 某一个牧者 某一个辅导 某一个小组长身上 对不对 起先的时候 确实他们带我们 好像是门徒一样 带领我们 可是我们终究 必须自己跟上帝建立关系 如果我们的信仰 是依附在一个人的身上 当他离开我们的时候 我们很可能就失去方向 其实我自己慕会的过程 我们也会看到 有些时候 好像夫妻也好 两个人 有一个特别近前 可是当这一位 他先被主接去之后 另外一位好像就 就失去信仰的动力 可能就不聚会 或者对信仰就冷淡了 冷漠了 求神施恩帮助我们 或者有一些人 他把信心 依附在人的身上 当这个组长 或这个同工牧者 他软弱跌倒 他的信心就跟着跌倒 事实上上帝没有跌倒 上帝没有软弱 我们对人失望 不应该也对上帝失望 有很多人会跟我说 我不再去教会了 因为谁谁谁 让我很受伤 但是上帝没有让你失望 上帝没有让你很受伤 我们不应当把我们信心 把我们的信仰 或者我们要不要再来教会聚会 好像依附在某一个人身上 问如何呢 这个约阿世居然 他就开始去拜偶像 那因这个罪 就有愤怒 临到犹大和一路上 但神人差遣 先知到他们那里 引导他们归向耶和华 这先知警戒他们 他们却不肯停 上帝赶紧来责备 赶紧来提醒 来警告 他们不停 那时神的灵感动 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 撒加利亚 所以那个先知是谁 就是撒加利亚 他就站在上面对明说 如果耶和耶大130岁 他的儿子会几岁 也是非常得高望重的人 他站在上面对明说 神如此说 你们为何干犯耶和华的诫命 以致不得亨通呢 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 所以他也离弃你们 所以我们在看到 六王纪下十二章十七节那里 说亚兰王哈薛上来 攻打加特攻取了 就定义上来攻打耶路撒冷 原来那个是上帝的审判 因为约阿斯他已经去拜火像 所以这个耶和耶大的儿子 撒加利亚 他就勇敢的站起来 责备王 责备百姓 结果怎么样 众名同心谋害撒加利亚 就照王的吩咐 那个王是谁 约阿斯 在耶和华殿的院内 用石头打死他 约阿斯 他必须知道 耶和耶大是谁 耶和耶大把他当成 像自己的孩子 拉拔他长大 让他坐上王位 而约阿斯在这个时刻 竟然下令用石头 打死上帝的先知 打死耶和耶大的儿子 打死他 这样约阿斯王 不想念撒加利亚的父亲 耶和耶大向自己所施的恩 杀了他的儿子 撒加利亚临死的时候说 愿耶和华剑查深渊 满了一年 亚兰的军兵上来攻击约阿斯 等等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非常伤痛的故事 亚兰王哈薛上来攻击约阿斯 后面讲到约阿斯 他是受伤了 事实上是因为哈薛来攻打 他受伤 后来陈仆背叛杀了他 这是上帝的审判 他竟然可以这样狠心的 对付他的大恩人 耶和耶大的孩子 而这个撒加利亚 耶和耶大130岁 撒加利亚肯定 我想他应当比约阿斯年纪大 他仍然不顾情面 我们的心非常的伤痛 有些时候我们看约阿斯的信仰 有时候好像在一些聚会 比如说青少年团契 有很多的孩子来到教会 他们因为这里有同侪 这里有人接纳 这里有很好的气氛 所以他们喜欢来 看起来他们好像都来教会 甚至有些他也参与服事 帮忙排椅子打扫 甚至他们有一些音乐的天分也参与服事 可是他们是与人建立关系 不是与上帝建立真实亲密的关系 等到他们长大离开教会 他们到外地念书等等 他们好像立刻就失去信仰了 其实作者在这个《立王记》下 我们会看到一个对比 一个是北国的王耶和 一个是南国的王约阿斯 耶和做什么事呢 他除掉巴黎 毁掉拆毁巴黎的庙 可是我们看见 他只是换了偶像 他把巴黎除掉 可是他仍然自己心里面做王 当上帝的呼召 跟他的野心一致的时候 他就大发热心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在讨论 就在分享 上帝审判的时候 上帝的心是伤痛的 可是耶和在对付这些 包含亚哈 包含巴黎的时候 他是在炫耀的 他的心好像是很嗜血的 耶和只是 好像我们从外表看 他拆掉巴黎的庙 他杀掉巴黎的祭司 先知 侍奉的人等等 可是他只是换了偶像 而约阿斯 他修理圣殿 一个拆毁巴黎庙 可是仍然在拜偶像 一个修理耶和华的殿 但是他仍然没有真正的跟随神 他没有与神建立真实亲密的连结 对他来讲 有一个耶和耶大 他可以咨询 那么他就照着做 耶和耶大一死 他好像完全不认识神一样 纵使他可以修理圣殿 前面我们读 哇是圣事坚固 跟原来的一样 焕然一新 跟原本所改造的是 一样漂亮 一样辉煌 可是一样 他没有真正敬畏上帝的心 没有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 各位弟兄姐妹 这两个王 北国的王 南国的王 他们从外表看 都做了非常非常好的事 非常对的事 不是吗 一个拆毁巴厘庙 一个修理圣殿 但是 作者似乎 在责备 这不是真正的信仰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可以拆毁偶像 仍然在心里面摆偶像 我们可以去到教会 好像侍奉 建造教会 可是我们心里面 没有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 求神怜悯帮助我们 也好 医护也好 这个约阿世也好 都会成为我们信仰的借金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的心里面好伤痛 我们以为看到一个好亡的故事 没有想到竟然是这样的结局 我们来不及反应 我们的心好伤痛 好错愕 但是主这真实 就是我们生命的光景 我们像耶稣 我们拆毁偶像 却仍然在拜偶像 我们有时候也像约阿世 我们好像在建造神殿 建造教会 但是我们却没有真实与你的联结 亲爱的主 求你使恩帮助我们 求你教导我们 好叫我们的信仰是一个真实的信仰 好叫我们对你的信靠 是一个真实的信靠 求你帮助我们 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